第28章 余儿章 谈到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懂得明哲保胜 然后又拉回到现实的一个层面 孔夫子以他当时所处的春秋的那个乱象 他说子月 余儿耗自用 见儿耗自尊 他说古时候明智的人 他进退都有一个一群的规矩 但是你看看现代的人 他明明笨 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 又特别想要去毛遂自戒 希望别人发现他的存在 这个叫余儿耗自用 见儿耗自尊 是他根本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团体里面 也没有什么地位 也没有什么权柄 他却很喜欢所有的事情一把抓 这个叫做见儿耗自尊 那请问你 这不是把自己推到了刀锋上面了吗 我没有才能 我还要去毛遂自剑 对不对 于是上位者派我去冲锋陷阵 我连孙子兵法我都搞不清楚 只懂得三十六计走回上策 结果第一次率兵出征 就大败而归 回来就开始了就被斩首了 这是毛遂自剑 于而耗自用所得来的一个后果 懒了一堆的事情过来 要彰显自己的才能 彰显自己跟别人的不一样 结果事情处理不好 最后受责难的不也就是自己吗 所以身乎惊之士 反古之道 甚至现在的这样乱世 最应该采取古时候明智的人 那种明哲保身的一个原则 可是他偏偏不去做 违背了圣贤的教诲 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这个灾跟灾难的灾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是强调 不懂得进退应对之道 往往会把自己 推到一个险境里面 于是我们在想 为什么会不懂 道理不是那么容易就明白吗 那为什么还会 于而耗自用 见而耗自钻 贪呢 贪字在前面 什么风险都忘了 贪名贪力 那就是我所谓的贪恋可畏 所以老子讲 罪莫大于可欲 厚莫大于不知足 人的欲望如果无穷的时候 就让你看不清楚 眼前的危机在哪里 最后飞而扑火 就把自己给烧死了 所以知子不但知足常乐 这个知子谈的是我们的行为 你行为要有依据 才不会陷落在险境当中 那个知足是指精神物质上 不要贪得无厌 常常回头看 我们有的比别人还要多了 我们才会安于现状 安于现状 才会把多余的时间拨出来 去提升自己的心性 时间真的不早了 快要进入尾声了 所以好好修自己吧 非天子不义理 不制度不拷问 所以前面讲的于而好自用 进而好自专 他也指当时诸侯国的一些乱象 我们讲真正的要义理制度考文 他不但要在位还要有德嘛 那有位无德的人 你有制度老百姓 也不照着制度去做嘛 所以这边的非天子 是指在位的圣人 如果你没有位也没有德 你不要义理 不要制度不要考文 不制度是不制定法度 以现在来讲 在我们的国家 他属于司法院的 立法院的一个权柄 对不对 立法院的那些的 伟大的立法委员 领我们那么多的薪水 然后就是为要制定 很多多如牛毛的条文 来让我们循规道具 那目的达到了吗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假如不唤醒老百姓的道德良性 你再多的法令规章 也不能维护社会的安能 文王那个时代 何有法令规章 何有监狱啊 有人犯法地上画一个圆圈 你就在里面蹲三天 我们现在放到恶魔岛 有没有 给他关三年 三天以后 他又跑到101大楼那边 shopping了 为什么 他跑出来了 所以以前画一个圆圈 就让老百姓不敢为非作歹 现在监牢盖得像铜墙铁壁一样 可是大家还是喜欢往里面跑 你看有一些人经济困窘的时候 就在警察局前面闹一个事情 我想吃牢饭 他都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行为 给自己的未来生埋下了多大的隐忧 所以今天下车同盔 书同文 信同轮 这个考文就是考核风俗文化的 现在你看看 我觉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怎么关我新庄这边的庙会 好像都办不完啊 天天的 我几乎感觉最近是马祖我知道啊 马祖完毕 前两天是土地公啊 土地公完毕 马祖 马祖完毕 我新庄大拜拜大众庙 然后大众庙完毕没有多久 又来的其他县市的什么 我搞不清楚 我好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常常那个车子都会被游行的队伍给挡住 这就是振兴 复兴 风俗文化 假如真的一个良好的风俗文化 你把它方扬挂大 它也没有不好 可是弄到后面 如果只是热闹 放鞭炮 制造脏乱 我也看不出它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倒是把那些天上的神秘 灵类坏 对不对 今天这个要过来佛光普照 明天那个过来要照 两尊神 左边的照右边 右边的照左边 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对不对 我们人才需要佛光普照 对不对 唉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其实目的是为了 带动观光效益 促进经济发展 奈何我们都看热闹 我们不消费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疫情人 有没有 我们要为国家经济不流通 担负起百分之百的责任 所以要消费 懂了吗 不要消费太多 去外面买东西来佛堂 大家吃了 制造一个热闹的气氛 所以信同伦就是他各地方的道德规范是一样的 我们台湾的道德规范是一样 你去美国他有五十几个州 对不对 他每个州的规定不一样 有的地方是你结婚以后就夫妻财产共同制 所以婚前如果没有立好切结书 结果那个小麻雀进到了一个豪门之家 三年以后离婚就可以带走一半的财产 他是夫妻共有财产制 台湾也是夫妻共有财产制 所以婚前的财产属于男女双方各自拥有婚前的 婚后的呢 不论对方有没有工作 他都是共有 这样的一个法律资讯从哪里来 从年轻人告诉我的 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厉害啊 他为什么会告诉我 因为他要结婚呢 他要弄清楚婚前买房子还是婚后买房子 他一查婚后买房子 万一我老婆 他不跟我白手斜了 他要闹离婚就二一天做五 所以他要选在婚前先去购物啊 因为属于他个人的 我当年如果这么聪明就好 我们当年一结婚就决定从一而终 对不对 白手斜老 致死无怨无悔 表面上无怨无悔了 内心也是不是很不平呢 是很难讲的 那不像现在的年轻人 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预防要离婚的危机了 现在人真的思虑跟过去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 时代真的不一样 而且不是普遍性只有一个年轻人而已 好多都是传达相同的讯息 原来当他们要结婚之前 他们会上网咨询 结婚应该注意的事情 然后你发觉 那个好的良善的主意都没有 尽是这种狗皮盗招的事情 叫人家预防离婚之后 财产减损的残酷的事实 所以结这种婚有意思吗 没有结先想着离了 今天下车同轨 书同文信同轮 他为什么要车同轨 这是代表当时在春秋中叶的时候 周天子的势力 虽然不如西周的时候来得那么强而有力 可是诸侯表面上 还是尊重周天子的什么 他所下的圣旨的 当时各个诸侯国 他们的道路要一样的 道路的宽广要一样 因为以前是用马车 打仗是马车 那那个马车有大有小 那万一今天有没有 譬如说鲁国 齐国在山东里面打仗了 两个国家都在山东省 但是各居一方 两国要打仗了 那周天子要派兵去什么 去剿灭那个站不住的那一方 礼上站不住的人 那如果周天子的马车是制定 譬如讲五尺宽啊 结果齐国鲁国有没有 只有三尺宽 那那个马车要怎么走到那个路上啊 他不就是会翻车吗 所以以前的车同轨 是为了交通运输的方便 也在预防战争发生了一个危险性 那中央如果要派兵支援地方的时候 大家的轨道都一样 就OK没问题了 你看我们现在的车子对不对 有大车有小车 那个车位如果用最小的车子 什么乌龟车来规划 那那个大车是两台乌龟车啊 所以这个都是有他的用意之所在 那书写 这个政令下达到各个地方 这要老百姓接收到讯息 然后依着规章 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嘛 所以如果各地方用的文字不一样 不就出问题了吗 就像我们到了美国去了 他都是ABCD 到了泰国有没有 就是左一个圈右一个圈 那个泰围也让人看不懂 到了欧洲有没有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字 那真的就跟瞎子一样 那很辛苦的 对于我们这个没有方向感 如果再没有那个斗大的字 给我们做一个指南针啊 那就可能啊 从地球的左端走到右端去了 迷路了而不自觉 所以文字相同 它就变于政令的一个推展 也变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嘛 信同仁就是道德规范要求一样 才会让国内那些有心做犯过的人 他没有无机可乘啊 因为国家的法令规章是一样的 在哪里犯了刑法 他得到的惩罚是一样的 他就比较容易安分守己啊 所以信同仁谈的伦理规范 那这边有提到了 提到了理 或许要特别先把仁义理 三者的不一样 跟各位前前补充 因为后面会提到 望天下有三重烟 那个三重就是三样重要的事情 那是指仁义理 仁跟义 仁是体 胜不争 凡不减 大家生而俱勇 它是没有分别 然后那个义是用 随着我们心性复明多少 我们行诸于外的用 它就有三十分 六十分 七十分 到满分 所谓的使法界的一个标准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而言 仁跟义 是大家都有的 没有特大的分别 但是理就不一样 理是一个规范 这个规范 也是从我们的自信里面 所衍生出来的一个规则 谈到理的时候 它就是上下之间的一个对应 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 父亲为上 子女为下 父亲为尊 子女为卑 对不对 它有一个前后上下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分别 在分别当中 就有理的规范的一个存在 一定是上位者 指使下位者 尊者 下达指令给什么 给卫卑的人 这个才叫做顺 对不对 它叫做顺行 如果下位者去指使上位者 做人臣的 指使人君 为人子的 呵斥人父 他这个天下就是在一个逆行 逆行就是不合于理 不合于理的时候 有没有 天下就归于大乱 所以一个家庭里面没有理 这个父子 这父子意味 孩子对父母 大声呵斥 然后父母 唯唯诺诺 不敢吭声 这个家庭的 败相已经出来了 在一个公司里面 上位者所下的一个指令 不能够老老实实 由下位者给接收 而者去行之以外 那这个公司的业务不能推展 早早晚晚 也要关门大吉的 国家也是如此 所以仁义没有尊卑之分 理他有尊卑 所以我们在道场上 你就不能讲 哎呀佛性都平等了 是不是 为什么要有命不敢为 无命不敢钻呢 大家都一样佛性平等 谈到理智 他就不是佛性平等 一言以蔽之了 而是你在佛性的彰显的时候 他要有一个规矩的存在 所以真正负名本性的人 他待人必定千功有礼 他在自己分内所当行之事 他不敢轻忽 他待人的态度 他也不敢什么 不敢有任何的一个怠慢 所以这个理智 既然有尊卑之分 所以智礼 要不要天子做 在一个国家里面 他就是天子在做 他下达 他你交给大臣去拟定这些规章 然后再交给地方上的官吏去施行 在一个家庭里面 这个规章就是由什么 由护掌而定的 这个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虽有其位 苟无其德 不敢做 礼乐一样 前面讲 非天子 不制度 然后不考文 不义理 对不对 那只有这个位 如果没有德 你也不能做 因为你没有德 百姓根本就不服你 他不相信你 虽有其德 苟无其位 亦不敢做礼乐 那如果有德 可是没有那个权柄 你也不能够去做礼乐 前面是有位 无德 百姓 他不会心悦臣服 后面是有德 无畏 百姓根本不相信 因为你自己本身就 建阅了礼制 所以孔子 他是什么 他的礼都是取法三代 然后配合当时的时代的背景 风俗习惯去做一个调整 孔子是没有在位的圣人 他有德 他无畏 所以他不做礼 他只是就三代的礼乐 去加以三 加减而已 他很清楚 他自己是一个最明理的人 怎么可能会行出 建阅上位者的一些事情 就不会 所以孔子就讲 无略下礼 起不足真言 我很喜欢下朝的一个礼节 但是下朝的后代 齐伯 他所保有关于下朝 有关于礼的这种记录 已经很少了 没有办法拿来做考证 这个岂是下朝的后代所建的 所以无学英里有宋存焉 下朝已经没有正确的 所谓的典章制度 可以供我去考证 我就只好去取法 英朝 英朝就是商朝 取法商朝的什么 那些的礼节 那有宋存焉 那宋国是商朝后代所建 宋国是谁呢 是周公当时 武王推翻了商咒王之后 然后周公封商咒王的什么 这个不是 这个就封了商咒王的哥哥 叫做维子齐的 去建立了所谓的宋朝 而且当时的文王还讲 你宋国可以用天子的礼乐 祭祀你商朝的祖先 你看文王的度量多么宽广 他自己建立了周朝哦 商朝被他推翻掉了 他允许商朝的后代 在宋国这个地方 依然去用什么 用你天子的礼 去祭祀商朝的天子 商朝的君王 这度量很宽广的 那无学周礼 经用之无从周 虽然商朝的礼节 宋国有记录 但是呢 周朝礼我最近 所以我用周无从周 那孔子在的时候 他是东周 所以接触周朝的一些的礼乐典章 非常容易啊 他就从周 从周就是取法周朝的 文章典籍的意思啊 他就能够